今天介绍的是一本以旅行为主题的找找书 这一本我会推荐跟两岁以上的孩子共读 然后它就小小的一本放在包包里面 非常的方便 需要等待的时候呢 就把这一本拿出来给孩子 会花他们很多时间哦 那我们来看看哦 它总共有两个找找的方式 第一个部分呢 它这里是说找出七个不同的地方 所以它就可以上下对应 那你要不要来找找 有哪几个不同的地方呢 有看到吗 那我再随机跳着哦 像小猫雕的东西 斑马看的东西 然后它每个主题里面都有七个 差异处要找出来 然后你觉得怎么办 不确定耶 没关系 有答案好吗 所以别担心 然后它第二个主题呢 它这边写的 七个卡绿帽 它总共呢 就每一个 每一个插图里面 有七个东西 它躲起来了 卡绿帽 就是桌米厂 那你要去找找它哦 要不要找找看 是说我这样乍看之下 我一个都没找到呢 为什么每次介绍这些书 都自己就觉得自己听起来非常亮光 没关系 重点是书 好 那一样第二个部分也是有解答 所以别担心 找不到这件事 好啦 那这个招招书 我就先介绍到这咯